中共人大會議 審議一項法案 提出人大常委會 可以決定副總理等 國務院人員的任免 此舉被認為是習近平 駕空李克強 但有分析認為 這個規定是為了防範 中共副總理胡春華 3月11日 中共人大會議 表決通過了 全國人民代表黨 大會組織法修正草案 包括健全全國人大常委會人事任免權 強調將擴大對 國務院領導陳的任免權 即是對國務院副總理 和國務委員的任免權 中共人大副委員長王晨說 人大常委會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 可以決定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任免 也可以根據中央軍委主席的提名 決定軍委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任免 也可以決定撤銷國務院和軍委 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 外界普遍認為 這是針對現任總理李克強的削權 或者說駕空 但著有《習近平權術史一書》的作者 孫大諾認為 這個規定是為了防範中共副總理胡春華 以前的中共法律規定副總理 國務委員由總理提名 經過人大代表多數表決通過 再由國家主席任命 也就是說 以前批准的權利在人大代表的手裡 現在轉移到委員長的手裡 並且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們 隨時可以罷免副總理國務委員 孫大諾認為 這個修改的法律 不是防範李克強 因為李克強在二十大就會退下來